政府正研究引入的士司機為例扣分制 建議拒載、兜路、南修車子等扣10分 不夠省止走造 又或者在客期間 被其他人上車扣5分 在兩年內扣滿15分 的士駕駛執照就要停3個月 由司機認為罰得太重 業界就說一定要車內安裝攝錄機 才可以執行 由潘瑤聖說下 有沒有試過給的士拒載、兜路或者找不足錢 政府正研究引入扣分制 將來這些行為可能續航扣分 根據初步的救思 攬收車資、拒載、兜路、兜客 或者更改麥錶等 算是較嚴重罪行要扣10分 在近客期間被其他人上車 帶不足夠10元、2元和1元散紙找給客 算是輕微一點扣5分 不是接客但又停在的士站 個人不夠整潔、穿衣不適當 在車內食煙 或者晚上未有穿著車頂的Taxe登號 就建議扣3分 的士司機兩年內扣滿15分 的士駕駛執照就會停牌3個月 再犯就要停半年 10分你很快扣滿15分 你開的士3點多分鐘你過吧 你過不過交4點? 不過又拒載了 我想問你 要多少省才為之足夠? 人家開工 有沒有一個標準? 可能我搶了給這個 搶了給第二個 到第三個就沒有了 基本上這個問題是真的多餘的 政府上個月將初步建議 交給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討論 成員之一的譚文豪說 支持大方向 不過有些細節就不認同 有一些的罰則我覺得是過分了 例如剛才所說的 例如不夠省紙找給人 又或者只不過是的士玩燈 原來我沒有穿到 這些其實都未必是 的士服務質素的角度 是一個問題 香港的士業議會 同幾位議員都支持扣分制 不過就有個條件 他們願意接受 這個扣分制的時間 是必須同時有CCTV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他們很擔心被人冤枉了 議會又建議 政府長遠可以收回全港 18,000多張的士牌照 加入連期 和不可以出租 等條款之後重新發牌 有線電視記者 潘瑤星報導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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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